民间高手挑战包王 等级比包王还高 他能否破解包王的包子 福建四大高手之一 大同来了来挑战包王 说到福建四大高手 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较出名的就是老K了 陈维迪了 王庄 还有大同 还有一个叫咪咪的 但是给他们略一个四大 差不多了 他的等级很高 我看了一下居然是33级 也是不是出的一个高手 不直播 但是居然33级 以前也是经常直播 后来不直播了 好一上来的话 先拿下这个龙二再说 说到包王打这个大同呢 应该说还是有所保留的 不会出这个七龙珠组合 先上包子试探试探 你能打过我包子 我再上七龙珠 七龙珠它是一个 可以召唤神龙的组合 对吧 手法有点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被包王的归功 给威慑到了 气场很大 也有可能比较礼貌 先给包王进一杯酒 好 这个发波的话 感觉意图有点太明显了 距离又太远了 直接跳过来 拿下 发波王才32级啊 但是他是33级啊 所以有时候这个级别 不一定代表你的实力 但是你有级别 也不差了 好 再一次跳过 踢倒之后 恶梦开始 距离卡得好啊 该下低还是下A 也是非常的精准 好 钢岛继续发波拉开距离是很舒服的 你跳的话我就下底 该不该下低啊 真的看得很精准 再次钢岛又是拉开距离 很舒服 过不来啊 过不去啊 以前大同我记得他的这个大门是真的牛皮啊 一直在那里冲冲冲 全都是无责任 我来看看 他如果是遇到了包子还冲得起来吗 还敢老是过去 最无责任吗 三个气啊 过去 AB等你啦 超杀归波神功 好 到底 哎 下一代延迟抓慢了 跳开了哈 好 钢岛来吧 好 简来 没有八个阵子哈 哎呦 哦 太明显的跳跃了 要被龟死吧 牛皮还好 关注修修修 嘴